黑人小女孩第一次来立假 里面的血镜自己飘了起来 这可把才12岁的她给吓坏了 门外的母亲听见巨大的动静 担心女儿玛丽的安危 就破门而入 没想到女孩慌张之中 用鲜血化为利刃 直接穿透了母亲的颈动脉 瞬间造成了大出血 其父也一脸不可置信地赶来 在父亲反复地质疑声中 玛丽的超能力再次失败 把父亲炸成刺猬倒在了血泊之中 门外的妹妹见到这一惨痛场景 简直不敢相信是姐姐做的 从那以后 玛丽就被送到一家 名为红河机构的公司 说这是一家机构 但实际上是关押 超能力青少年罪犯的少管所 曾经在黑袍纠察队正传聚集中 短暂地出现过一次 随着年龄的增长 玛丽控制血液的能力也越来越强 可时常还闪过误杀父母的画面 这是她一生难以抹去的阴影 正常情况下 像她这样的人成年后 会被送到埃尔麦拉沃特成人机构 听起来那地方是为了治疗问题超能少年 但实际上连监狱都不如 里面除了折磨就是惨绝人寰的实验 另一种方法是报名参加哥多金大学 这是美国唯一所面向青少年超级英雄的大学 自1965年以来 这所学校一直在培养最优秀 最聪明的年轻英雄 根据学生们自己的兴趣 选择加入深红伯爵夫人学院 学习表演艺术 毕业后可出演沃特旗下流媒体平台的热门剧集 或者加入点灯人打击罪恶学院 这才是这所大学最热门的学院 因为过去30年来 每一位排名前十的学生都出自该学院 而超音七人组的成员 梅芙火车头深海 也是出身于此 现在外号精童的她是学校排名第一 其演员本人真实身份 还是施瓦辛格州长的儿子 而玛丽的目标便是成为 超音七人组中的第一个黑人女性 幸运的是 在如愿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后 她也顺利地来到了她梦寐以求的哥多金大学 看着青春洋溢的校园生活 玛丽无比期待着新人生即将开启 她的新室有名叫爱玛 拥有缩小能力 她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岛校油管博主 在正传中也出现过一个 吊炸天的可以改变体型的能力者 对标的就是漫威的蚁人 或者是DC那边的原子侠 爱玛赶紧带出来驾到的她 去体育馆看排名第一的金童 她的健身时间是学校最受欢迎的社交活动 因为金童的能力 就是像神奇四侠的霹雳火一样 可以全身着火 而且所有衣服都会燃烧殆尽 这样女孩们就可以看到她的国体 和那根着火的大海参 帅气的金童是学校所有女生的偶像 她也有一个相处多年的育女 超能力是可以通过触碰来心灵控制 然而金童最近经常梦见自己在一片阴暗森林中 这让她非常困扰 她的好基友安德鲁外号小万次王 催促她开始了今天的训练 看着观众对金童的热烈掌声 玛丽说总有一天她会成为学校下一个金童 训练对象的手直接被她撕掉 但观众早已习惯了这一幕 原来和她一起训练的对象有很强的治愈能力 过了一会儿就把胳膊连接起来了 就在玛丽用手机查看自己课表时 她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在打击罪恶专业中 从她翻看了四遍来说 很确信自己报名了 但校长朱利也是排名第二的乔丹告诉她 她的申请被拒绝了 大多数新生都自以为是 认为自己是打击罪恶专业的 可这学校的内卷程度十分恐怖 就连侦破案件的和百万博主都在后面排队 像玛丽这种毫无背景和成绩的新生 只有去学表演了 随着一声枪响 原来乔丹是身体耐操的双性人 看到校长老B登走了出来 玛丽说自己对她的书简直倒背如流 里面有一句话 天赋不是最重要的 进取才是最关键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愿意不惜一切代价 只需要给她一个机会 在她的人生中 成功的机会只有一次 这样的愣头青学生老B登见多了 安慰她 靠艺术表演也能出名 心灰意冷的玛丽在回宿舍的路上 遇到一个试图逃离学校的学生 全副武装的保安都不是她的对手 玛丽见状割开手掌 用空血术让对方停了下来 面对即将到来的保安 对方一拳一拳地把他们打飞 大喊大叫 我不会回到该死的树林里 玛丽也听不懂对方在胡言乱语什么 在安德鲁的超能力的帮助下 保安把她的制服了起来 转头就押送到一处监管森严的看守所 到了第二天 在校长室内老B登告诉金童 等她毕业后就可以直接进入超级七人组 无需参加选秀 并为她打造了一件碳化哈合金制服 无论烧多少度都不会融化 然而金童似乎并不高兴地起来 与此同时玛丽在校园里遇到了安德鲁 对方欣赏玛丽英勇的表现 邀请她晚上一起出去玩 等晚上赴约时 才发现现场还有金童与其女友玉女 外加那个双星人 在外面抽烟的间隙 金童看着神色有些忧郁的玛丽 上前亲切地询问详情 俩人放下心房 各自聊起了过往人生 玛丽说自己到12岁那年 才知道自己小时候注射了五号化合物 上一刻还在云淡风轻地谈论 双亲对自己有多骄傲 下一秒就立马破功 换了个脸色 说出他们已经死去的真相 金童没有过多追问 反而拉低姿态 安慰玛丽说出自己弟弟也意外死去了 俩人都有着痛苦的回忆 玛丽想成为超级英雄 最主要是为了让唯一的亲人妹妹 看清自己并不是怪物 金童对此给予了她最真挚的祝福 随后几人在玉女的心灵控制下 白嫖进入了这个VIP夜店 玛丽还在大家的要求下尝了一些小药丸 就在他们在五次狂欢的时候 金童梦里的树林出现在她面前 让她感到迷茫无措 而安德鲁靠着超能力去撩妹 她把银币变成金属鸟在空中悬浮 这时突然有人不小心撞到了 鸟直接划破了一个路人的喉咙 现场一片混乱 路人的颈动脉被切断 到处都是血 眼看对方就要死了 几个学生吓得立刻逃跑了 但眼前的场景让玛丽想起了她的母亲 即使知道自己不宜久留 她还是操纵对方的血液流回到身体里 成功救下了她 这一幕被围观者拍了下来 玛丽立刻登上了新闻头条 第二天一早 校长老逼登很快就把玛丽叫到了办公室 称赞了她勇敢的表现 然后谈到了一个普通人和她的宠物狗 曾经那人为了救出即将溺斃的宠物 而把自己给淹死了 在校长看来 那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因为她想借此告诉玛丽 做一个真正的英雄不是为了荣耀 而是学会必要时去牺牲 玛丽开心地听着校长的教诲 但下一秒 校长就表示要把玛丽给开除 玛丽一脸震惊 自己做了好事却要被开除 校长没有隐瞒 说出了原因 昨晚和她在夜总会的是学校里 最受欢迎的明日之星 她们可以成为未来拯救无数人的生活 但如果让八卦网站知道她们昨晚吃药 还几乎让一个女人差点流血身亡 那么她们的未来就彻底断送了 所以总是有人要为她们背黑锅 便编造出是玛丽不小心割断了 那个人的喉咙在线 玛丽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校长在一旁还接着输出 说她操纵血液的能力根本不入流 哪怕她从学校毕业 也不可能会加入超级气人组的 既然未来一片渺茫 可不把握当下 帮朋友把这口大黑锅给背了呢 玛丽泪流满面地走出了学院的大门 等在外面的室友爱玛 上前询问其情况 却遭到了玛丽一阵无名怒火 转身一个人来到了角落里 脑海中不停回忆起六年前 那场悲痛的惨剧 以及妹妹看见自己那恐惧的表情 玛丽的悲愤到达了极点 她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就这样被他人改变 不愿再看到妹妹对自己失望 她还是不打算放弃 急匆匆过去想再和校长谈谈 然而当她打开校长门时 发现对方在金童火热的拥抱下化为灰烬 金童解释自己不得不这样做 说她根本不知道树林是什么情况 虽然玛丽答应保密 但金童还是动了杀心 即使昨夜贴心交流 也不得不杀了她 看到对方变身 玛丽吓得转身逃跑 撞上了能改变身体的乔丹 杀红了眼的金童 不顾乔丹的阻拦 与她当即扭打在了一起 还好乔丹的身体十分刚硬 哪怕挨了这么多下 甚至连衣服都没破 玛丽已经跑出大楼外 看着金童一脸杀气地冲过来 玛丽只好将校长被杀意识攻之于众 一旁的好基友安德鲁 好言相劝金童冷静下来 金童看着越来越多的人群聚集过来 这下就算杀掉玛丽也无济于事了 她嘴唇颤抖着对基友说着抱歉 随即化为火团飞上天空 再留下最后一点泪火 自爆成了一团烟花 控留地上一群不明真相的路人 当晚沃特公司CEO就此事发出紧急公关 宣称这只是一起个别事件 起因是金童长期滥用药物 最后导致了精神崩溃 希望社会大众不要轻信谣言 还哥多金大学一个清白 还望投资人们继续相信该校的办学环境 这番声明也属于大企业机操 那么在哥多金下面 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惊天秘密呢